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老丈 这是打算去哪儿发财 是刘大人哪 还能去哪儿呀 您御水这儿就是宝地呀 刚刚妖魔袭击 你这摊子也受了损伤 我让几名弟兄过来帮忙 助你早些重见 那怎么好意思 如此劳烦刘大人 举手之劳而已 你也给子叙一点方便 如何 也不白要你的 给个十惠点的价格吧 行 三百 子絮 你救了我兄弟和御水的百姓 一点答谢 请千万不要推辞 我确实有积蓄 就 却之不恭了 那我本来明天的价格 你还比较真实 有事 你还比较为了 有事 就把你劳烦 说是 对 你看 你这 是 你这 我 hätte 不疼 你 我 你我 说是 阿兄 我还是有点在意 在意呀 好 我们稍后在意 阿兄 别担心 咱们去抓这浮鬼就走 阿兄 这石门上的话好奇怪啊 启明须 说是祭拜山中鬼神之处 总是见到与火有关的雕刻 这里真的有浮鬼吗 或许 这人就是灵珊山神 旁边的白虎是他的使者 你看 他们经过了石柱群 中间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 最后山神抵达了鬼神祭坛 找到浮鬼 那 那团发光的东西就是浮鬼 我们必须先把这些石柱排列好 通过考验 才能成功走过这扇门 说得在理 香儿真厉害 是平常阿兄教得好 原来有我一份功劳啊 阿兄总是说些 红儿啊 长安啊什么的故事 听得我都会编故事了 哼哼哼 哼哼 祥儿 别光顾着编故事了 也帮忙看看怎么破这个大阵吧 哼 我不懂阵法呀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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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家附近有群野狗 香儿还记得吗 记得 好几次在家附近玩 不知怎么的就被他们追着跑 每次都是阿兄把他们赶跑的 妖魔也好 小狗也罢 敢招惹我们家香儿 来一群我打一拳 其实 我不想阿兄因为我的关系 一直这么冒险 阿兄为了照顾我 以前就吃了不少苦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还要四处奔波 时不时地跟妖魔交手 我 我不想这样 确实 我们离开家到现在 遇到了很多妖魔 找到富贵以后 我们还要去商山 也不知道路上会有多少困难 我也不骗你 接下来的旅途 恐怕这会更危险 但是别担心 阿兄会好好保护你的 要是我也能帮上什么忙就好了 希望有一天 能换我来保护阿兄 好啊 现在我保护你 以后 帮你来保护我 公平交易 好 公平交易 不良 呢 不仅仅以后 不仅仅以后 也不仅仅仅以后 我保护你 未来的只要 恢复你 无仅仅以后 不仅仅以后 这游魂何必留在石上烧骨 我还祝你自己脱吧 啊 行啊 行啊 没事吧 没事 阿修小心 海蟹的小鬼 先行军运 我再来一点脱手 我捡得掉 使用 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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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端 前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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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 哈 不准备了 好 好 好 休有 这就是浮鬼吗 袁末是的 行二在此地稍后 我去去就回 嗯 天下击 小家伙 你长得真好看 这顶也好漂亮 是你的家吗 真好啊 我碰得到你 小家伙真可爱 来 这么快就交上朋友了 嗯 借祭坛一用 省去不少功夫 仙儿 来这儿站好 待会儿你就站在这儿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别动 嗯 别怕 阿兄在这儿 好 对吗 先进入 开车 我 这算是 如何 如何 掩盖了元帘的气息 这样就不用担心那些痴魅王鸟了 看起来和以前一样了呢 木头身体还是有些不太一样 这只是暂时的 阿雄一定会帮你修复身躯 没事 阿雄 你看 这样也挺方便的呀 灯出生 夜未央 我 我才唱两句呢 笑丫头 走吧 咱们去商山 黑火分作九鼎 威力难以估量 若九鼎融合 便能毁灭世界 即使能勉强控制 人会因此被黑火反噬 我们战胜了黑火 以为一切就此结束 卫妍 战后的余波 依然留下了隐患 伤痕 会随时间淡去 但终究 不会平复 不停 香儿 感觉怎么样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那就好 那位大王说 机关人可以借用浮鬼之力 发出术法 真的 有机会 咱们试试 好 感觉如何 就打打小狗 没什么嘛 觉得自己可以帮得上阿兄了 很开心 香儿方才是打得精彩 不过 日后有什么危险 一样可以交给阿兄我 阿兄 就不用太操心了 这儿等我 我去看看 嗯 老丈 你们在看什么呀 啊 几位大人来贴了榜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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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行啊 太世昭 自子叙 长安李氏 被李军发现了 是因为天书的关系吗 阿兄使用天书之力救我 才被他们盯上了吗 是我连累了阿兄 而且我一点忙都帮不上 刚刚也是 没事的 相爱 不用太勉强自己 阿兄会保护你的 这也算不上什么事 你看 文书和博生也被通缉了 庄师 庄师是陆林军的豪杰吗 小人郑左 天为此地理政 仰慕陆林军的英雄豪杰已久 我不是陆林军 一样一样 我等饱受朝廷管理妻押 苦不堪言 见到庄师刚刚出手 真是大快人心哪 我也只是为了自保而已 此地不宜谈话 庄师不妨进屋一续 也好 我也有些事情想要请教 请 请 yap 脑袋 也好 你们 尤其是 都是 未来你 但我不是 那 壮士可曾听说 陆林军是否会往 商汽这边过来 不清楚 不过我听说 接下来 陆林军或许会往婉城去 我等受朝廷管理欺压已久 一直期待陆林军 能来收复此地 可惜呀 我没想到 壮士刚刚说 有事情要问 你说商汽这儿 受朝廷管理欺压已久 怎么回事 还能是什么事 官差们横征暴敛 不服的全都押走 再没回来的 不知咱们这儿 南阳一带 没给陆林军收走的地方 都是这样 郑老丈可知 商山在何处 往西边出了村子 河对面那座大山 便是商山了 要怎么过河 沿着河往上游走 有一处渡口可以过河 其他地方都听闻妖魔平生之事 商汽这儿 感觉都是平安 是有位绿衣女子来过村子 提醒咱们不要贸然上山 也多亏了她 没听说过有村人受妖魔袭击 哦 绿衣女子 是 背着一把金色大剑 我本也想向她致谢 哪知隔日 她便不见踪影了 多谢捆带 告辞了 张师这就要离开了 去商山 小人有一事告知 且听小人一言 创世是否见过一种金怪 明幻仙枝 平时埋在土里 与寻常植物无异 若是太过靠近 便会受其攻击 略有耳闻 一般人不知道 但我们商汽这儿 祖传一种秘制调香 台百年仙枝云盖 调和绘草与其他七种香草 只成若菌香 便是这炉熏香吗 正是 这又与我何干 不急 且听小人唯唯道来 这若菌香 不单单是气味雅致芬芳 品质还可以 萧忧解愁 活乐气血 延年益寿 只可惜 百年仙枝不能长得 郑老丈是想托我狩猎仙枝 并非如此 壮士的身手了得 小人是真心钦佩 但 壮士杀了几名官差 就这么一走了之 若是陆林军打算接管商气 那倒也不坏 但又偏不是 如今几名官差死在此处 朝廷问罪下来 小人该如何回答 恐怕 现在只会问小人村里 借几颗人头出书 若菌香 香则香矣 但药性霸道 品香前必须服下左药 负责不到半盏茶 便会手足酸麻 浑身脱力 阿兄 壮士 小人不晓得 您与李军有何过节 但杀人长命的道理 是不会错的 你既杀人 便又有被杀的准备 借你人头 帮我伤己百姓忠诚 书 阿兄 阿兄 死了 他 死了 我 我只是想打晕他的 他要杀你 我没有办法 我 我杀人了 没事 谢谢你 香儿 她既要杀害无辜 反倒被杀了 也怨不得谁 虽然被阿兄安慰了 却没什么感觉呢 可能 我还不太适应这木头山铁 你再忍耐一下 等我们放出那位大王 就没问题了 看来我们离商山不远了 阿兄 小儿 刚刚的事不要放在心上 可我觉得 他不是坏人 他只是想保护伤气的百姓 我却 我们也不是 我们没做错事 他却要杀人 他的行为与妖魔无异 香儿 你是从妖魔手中保护了阿修 走吧 帮忙 前面呢 兄台不必紧张 我只是来给你提个醒 这条路半途就不通了 怎样都过不去的 要是打算上山 我知道其他路 你是何人 我不是何人 我是和浩 在下是行走天涯的浪子 人称万里风和浩 哪有财宝 我就往哪儿去 待在山山已经几年了 都在这儿捡财宝 这儿有财宝可捡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青铜和木材都是宝贝 用青铜和木材做成的宝贝 更是宝贝中的宝贝 两位看看 是不是巧夺天宫 这也叫财宝 自然是财宝 我告诉你啊 玉水有个货廊 专收这些奇珍异宝 每次回去倒卖给他 都能赚得盆满钵满 玉水 莫不是夏老丈 你也认识夏老丈 那咱们也可以算是 半个熟人了 不如咱们合作一把 我听闻商山 住了一群莫者 他们会让你捡 你该不会是做 五本生意的吧 乍业 呸呸呸 兄台这话说得多难听 拿取无主之物 怎能算是偷呢 无主之物 是啊 山上有一座寨子 里头不知荒废多少年了 你说莫者 总之活得我没见过 死的倒是不少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来给二位提醒的呀 这条路不通 我知道另外一条路 不过 这次上山 山里头的妖魔 都不太安稳 我偷偷跟了一路 发现二位伸手不凡 对付那些妖魔 想必是易如反常 不如我们结伴上山 一起发财 如何 也好 结伴而行也有个照应 有劳了 别这么客气了 兄台叫我和好变形 倒是二位 太使子叙 这是圣位 好的 子叙和太使小妹 随我来 阿雄 他说上山大寨 是个废墟了 那群莫者 会不会 我们先上去探探情况 就算人走了 也会留点蛛丝马迹 也许和好骗人也说不定 稍微防着点 我能够把你放在一起 我去拿下 你也要一侧 我去拿下 你还没有 我去拿下 方才真是精彩的一战 二位这等身手 果真不足 哪里哪里 我也从没看过和兄这样的人物 逃得如此之快 真是前所未见 我和浩之所以人称万里风 就是因为逃得飞快 完全没给谁打到过 只是 这阵子妖魔实在是多到无从躲避 逃跑就是逃跑 哪来这么多大道理 太师小妹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说到逃跑这事 也是很看时机 看场合的 和兄 你也帮点忙嘛 怎么都只找地方躲着 没把握嘛 自然要随着避免危险 丢了小命可不行 你待在这这么久 知道大寨怎么毁的吗 我发现这儿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片荒岩漫草漠 是吗 那妖魔变得如此躁动 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应该也是最近的事 上回还没有 った 壮观吧 哎呀 可惜全都被人毁了 也不晓得是什么深仇大恩 这儿以前 肯定是个了不得的地方 如何 你们要进去绕绕吗 跟我来 一起发财吧 坏了 怎么又给锁上了 莫不是上次那个绿衣美人 咱们是来掌握着的 不是找财宝的 要是看到剑毒不活之类的龙线 多留一些 好 嘿嘿 子萱 一起来 怎么 阿修 还挡得重 我 我 我 就是 为公主 阿修 何靠他 不行 已经断气了 节哀 承蒙姑娘出手 救我兄妹二人 在下聂阳太史昭 自子叙 不知姑娘如何称呼 我叫楚红 商山人士 商山 嗯 姑娘 可是莫者 你怎么知道 听闻商山大寨中有一群莫者 童小机关之术 特来求教 原来 你要找莫者 姑娘 几次进山来偷东西的 就是你们吧 不 我们 躺在地上那个 难道不是你们同伙 我们是来找莫者的 和他只是萍水相逢 恰巧同行 还想狡辩 阿修说的是真的 我们是第一次来上山 那和昊说 他熟门熟路 才一起上山的 我们只是来找人 没有要偷别人的东西 找人 这里 早就没有人了 念在你们是初犯 你们 山门禁地 非请污入 否则绝不轻饶 阿修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们先把和兄埋了吧 相识一场 也不好让他扑视荒野 啊 阿修在烦恼什么 刚刚那位楚姑娘 我觉得她的模样挺熟悉的 肯定在哪儿见过 阿修方才可都看呆了 不止模样熟悉 名字也是 红儿姓什么 姓楚吗 还是姓崔 对 红儿 走 我们去问问他 阿修 他刚刚才说非请误入 否则绝不轻饶 那是刚刚 既然认识也就无妨了 走吧 我说过了 山门禁闭 红儿 西音街的红儿 你 你怎么知道 你是谁 我是李昭 还记得吗 我们常在一起玩耍的 昭小子 你怎么知道 李昭早就死了 你是谁 为什么要假冒他 我没死 阿父阿母冒死 把我们送了出来 站住 我不相信你 李昭十三年前 就死于火海了 你妖后的机关渊 还是以前那支吗 记得小时候爬墙 帮你捡过几次 我时常在东市迷路 绕得晕头转向 最后都是你 带着我找到出路 你太夫最疼你 每天傍晚都来接你 他平时很有威严的 一个老人家 跟你讲话的时候 都是乐呵呵的 还有 你送萧儿的生辰贺礼 记得吗 你说要再做一个送我 更厉害的 还做数吗 是真的 真的是你 这种时候遇见故人 真好 只是 你怎么会干起了 五本生意 我们真是来寻找墨者的 需要修理某种机关 我可以帮你看看 不过有件要紧事 得先处理 这些死士兵 不是自然形成的 而是受一头大妖控制 但他一直躲在里头 很是狡猾 得除掉那头大妖 否则 他们死后也不得安心 我帮你办 一起 大妖凶残狡猾 说实话 我也没有把握杀他 要是一个没弄好 怕是会把你也搭了进去 若是如此危险 那我更要和你一起了 我还指望你帮我修复机关呢 可不能让你一个人进去冒险 好吧 小心行事 好 好 你就是香儿吧 红 红尔姐姐好 紧张什么呢 从小就听红尔姐姐的故事 没想到有一天 就遇到真人了 香儿长得可真俊 我很普通的 华儿姐姐才是 长得真好看 小嘴这么甜 这是谁学的呀 红尔 你这些年都待在西域 六年前 太傅将我和几位师兄姐 送去西域 也没说是为了什么 现在想想 或许太傅那时 已有预感了吧 其他人都留在西域了吗 他们都死在半路了 只有我 平安到了西域 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这头大妖狡猾得很 恐怕不会轻易现身 有位可狠的是 他能够操控尸体攻击我们 等到我们露出疲态之后 再一举偷袭 大妖操纵的这些 他们 都是你重要的人吧 是 都是我尚漠的师长 朋友 绝不容许大妖卸动 红姐姐 西域究竟是怎样的地方 西域漫天沙海 一望无际 让人觉得自身渺小 人们在导导无几的绿洲旁 建起城市 沙漠能够栽植极为美味的瓜果 有壮丽的美景 却也时时刻刻潜藏危机 夺人性命 那西域和商山哪里比较美丽呢 是没办法比较的 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各有美丽之处 我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蚁地山 要是哪天能到西域去该有多好 仙二要想周游列国的话 只要等它恢复了 自然没有问题 好呀 这可是你说的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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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当年的变故 机关兵器应该都坏得差不多了 不过 大寨中或许还有一些堪用的弩炮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利用弩炮来对付大妖吗 不 它占据大寨已久 不过 即便还有堪用的弩炮 恐怕也早已落入其手中 倒是要小心 它用弩炮攻击我们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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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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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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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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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